哈囉,我是SKY,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兩邊的黑龍討伐 大家應該也都差不多了解 要怎麼樣去打黑龍才可以穩穩的過了 那今天就差不多來跟各位聊到 該如何去配置黑龍的武器跟裝備 它真的就是新世代的裝備了嗎? 還是根本只是個噱頭? 首先我們先介紹黑龍裝備 它的套裝效果分成兩個 一個是繼承,另一個是超越 繼承是兩件套就可以有的效果 簡單來講就是 讓你所有的技藝都打開了不限制任何裝備 像是精靈加護技藝 準備技藝 挑戰者技藝 不需要用什麼裝備把那米撐出來 黑龍兩件,保證有 那四件套的效果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讓你有真、逆刃解約 這個功能初始來自於迅龍套 帶出了迅龍的真髓 但因為迅龍裝備 就算強化到最滿的 它的防禦也不足以抵擋多數的傷害 畢竟R10強化有限 況且裝備的技能跟動數 對大家來說並不是很理想 所以早期就沒什麼人來配 所以說黑龍套的誕生 對於輕重爐類型 真的就是一個福音 況且近戰類型 也不要著急 如果你是自認為容易掉斬的話 四件套正利刃節約搭配高將 將會是取代達任意崭新的歷史 但也可以說是最終的開端 第二個就是 你的體力跟耐力只要任務開始 或者是你死後都會增加100 所以基本上 你是不需要配上體力三等 就可以享有最高的耐力跟體力 那它這個說明 任務開始也很明顯有告訴你 如果你任務中途換裝了 是不會有這樣100體耐的加成 我也是直播的時候才發現這個點 所以像是黑龍 你要是配上班炮彈的另一套裝備 就得用黑龍套裝去做修改 中途要換也必須要裝黑龍套裝 這樣就不會降低你的體耐了 那大致上理解裝備的效果之後 接下來我們聊到武器方面 黑龍的武器全都是高物理面板 然後複彙星 所以針對物理面板吃中的武器 這一點是非常吃香的 比如說大劍、比如說大鎚 必定是換上的首選 但很多人看到複彙星都會勸退 認為不太好配置 現在已經是冰原版本的結尾了 裝飾品跟裝備的表現 並沒有世界初期還要來得平擠 所以根本不需要擔心複彙星的問題 要補正非常容易 接下來就進入到我們的正題 到底有哪些黑龍武器 值得我去做呢?又怎麼樣去搭配呢? 首先,先從我喜歡的武器來說好了 黑龍叢人斧,直接一點來說 已經是新世代的流彈武器了 它的反面攻擊夠高 已經遠遠超越現在最強的 覺醒全充攻擊的名次充能斧 包含洞術、斬衛 也都是黑龍充能斧,強的許多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到配裝 配裝我是使用腳的部分 更換了鎚灰龍的BETA 其他都換上了黑龍套 那因為是打榴彈品 所以它能夠增傷的 有砲術跟面板攻擊 所以只要面板夠高 打出來的劍金跟斧技 將憑著傷害也都越高 所以增長方面 砲術擊力跟挑戰者擊力 勢必就是可以把它加到最滿 打出一套漂亮的傷害 那看破最高等 基本上是補陣了副彗星 再把彗星提高了20% 挑戰者跟克制彗星賠上弱點特效 只要實戰擊中飛翔爪軟化的位置 就可以到達100%的彗星 那如果大家想要攻擊夠高 也可以換成首飾加攻擊 剩下一個空的也可以超常攻擊 這樣物理跟彗星也都還會再提高 那會有降三 原因也是 真力刃節約有時候實戰 還是沒辦法撐到換區 或者是魔物有其他大招的時候 再進行魔刀上場 所以我是有配上降三去補足這個缺點 治療也是我覺得不錯用的技能 你可以換加護、整備 這些都是不錯的選擇 那防線三等 是我裝黑龍頭 自動標配出來的 這樣我就不用再多消耗一個一級洞 再去多配一個防線 那怕是直接格擋 就算是不熟GP的人 也可以使用這一套 其他的真帶 牆壁集中基本上都是標配的 我就不太多說了 而克制方面 我選擇的是彗星跟回復 最主要是要把副彗星給補正 所以才會克制彗星 回復的話 就是增加龍錯率所用 前面已經有提到 斬衛、物理面板、洞樹、黑龍、盾斧 都大大贏了名刺盾斧 所以我就不測試傷害了 再來是大劍 大劍已經有人測試出來 打出一萬多的超高傷害 這應該是作為TDS最終結尾的神器了 這個團隊也一直都很有名 詳細分析他們是怎樣做到的 再給大家看 有興趣也可以參考 我會放在置頂 但大神歸大神 我們畢竟是平凡人 就配個普通的裝備就好了 有關於大劍 原本大家常用的應該就是 碎龍大劍跟名刺大劍 要不然就是普通金獅的狼牙棒 這三把最多人用了 而大劍的傷害最主要是吃物理比重居多 所以黑龍大劍在這次 占了相當高的地位 攻擊是1632 只有10點的施展 所以建議至少要配上一到兩顆獎 才可以撐過魔物幻想地 或者是施展大招的時候讓你磨刀 那我的配裝裡面 其實是可以配上攻擊7的 但我身上並沒有太多的攻擊2等 所以我就沒有塞到滿 如果你是沒有攻擊2等 就建議可以塞攻擊加快吃 因為快吃也是一種毒品 用了有時候就很難回去了 還有如果大家有想要把整備配滿的話 也可以把縮短治療換成縮短整備 一裝就可以換成治療豬就可以了 不會配雙刃頭 是因為他帶出了效用也很不錯 大劍增加的暈眩只是30點 拔到攻擊力低一下 攻擊力增加5點 不管是單刷還是多人 都還蠻好用的 那這一套我特別找了 螢火龍試刀 吃粉神、吃種子 破壞他的頭部之後 爭去斬砍下去是1970 一定接近2000的高傷 基本上我以前除了免斬以外 這個傷害真的是微乎其微 接下來我們講到黑龍太刀 這裡是基礎攻擊力最高的一把武器 攻擊力面板是1155 彗星是-30% 帶出就算有真利刃 還是不太高的職掌位 需要這樣的加持 相較以前的爆破太刀 1040的物理變版跟長白斬 黑龍太刀勝過太多太多了 哪怕是把炎王武器 覺醒攻擊武 也無法贏過黑龍刀 衛星是略勝一籌 但是現階段 我們已經是走到冰淵的結尾了 復衛星對我們來說 並沒有這麼重要了 所以基本上是可以忽略的 最後連洞數 也比冥刺太多了一個四級洞 所以要選擇誰 應該不用我多說了吧 比照前面提到的 黑龍太刀的閃位不足 所以利用套裝的特性 將降得補足 維持我們的死掌位 這樣整體的配裝 又比達人翼還要更加的暴力 就像個這個樣子 光是增傷 就有攻擊、挑戰、無傷 這三個技能的加持 還可以把基尼加護給配出來 讓我們有容錯率可以更高 那刀術其實是 我覺得在我觀察這麼多的太刀俠 也蠻多的人 對於這個技能都會使用上 所以我才會把它給配上 如果你不想 也可以考慮配別的 比如說速納攻擊 換成耐火、耐雷的珠子去做調配 就像是黑龍會裝上耐火3 而速納的位置就裝上攻擊就好了 還有一點是 如果你不想要精靈加護 覺得治療比較好的話 挑戰加護也可以做一個替換 那太刀也大致上就是這樣配了 那有些朋友會希望有整備 我後面的新的配裝觀念 大家也可以學起來 所謂配裝觀念 主要是為了黑龍這個套裝來去想的 最主要是黑龍套裝的動促有夠多 配置也增加了很多彈性 但對蠻多的人相對就會變得比較複雜一點 那我這邊就做了一個簡單的SOP 可以套用後面再自己趕就好了 現在是比較多人使用的附屬技能 就是加護跟整備 變成大家的愛好 可以減傷又可以降翼裝的CD 而多數人也都是挑戰2跟攻擊2 是大家少有的珠子 在早期應該比較多人打到 加護挑戰、準備挑戰 超新加護、超新準備這類的 如果你這種珠子比較多的話 我建議你就做黑龍全套 然後再配上攻擊護石5等 再開始慢慢填入你有的珠子 我們實際操作一次 你可能會比較熟悉 首先先把你身上該有的武技都填進去 像是看破就是避滿的技能 因為黑龍武器必須要補正復會心 才不會有沒暴擊的弱傷害出來 接下來我們就按下R3 幼蘑菇頭 然後再按技能去做選擇 第五頁的精靈加護 之後你就會看到 你所有的珠子有了精靈加護 那假設武器是太刀 如果會心在珠子的搭配下 也可以接近滿會心 就必須要裝上超新珠 因為擊中會增加會心攻擊的傷害 而加護又可以增加容錯率 所以我就會配上超新加護 可是我只有兩顆了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不要緊,我們把牌序換成整備 整備在第六頁的第六個 六六大順,很好記 等下去之後 你就會看到又有超新整備了 好,那麼現在 超新珠已經有三顆了 不要再傻傻的裝上去了 主要的技能要更換 那就是挑戰者 我的挑戰整備就有十顆了 你們應該也蠻多了 就把它塞到滿為止 配到整備滿 我們再交替換回家戶 把挑戰跟家戶都弄到最滿 OK,這樣基本上就是一套 非常基礎的太刀配裝了 你會擁有憤怒時候 再搭配弱影特效 達到軟化的位置 就會有久速 不是你的會心 而傷害也不會太差 再搭配降二避免掉斬 其他就看自己要怎麼樣去做配置了 如果你有挑戰跟攻擊二等 那就更好 你還可以多塞五箱進去 讓自己的傷害變得更高 這樣配完之後 你就是一個傷害超群又很難死的太刀了 其他的武器也可以這麼做 我覺得會變成大家所認知的效果吧 個人認為不太需要動到什麼腦 進入這個配裝的撇步 黑龍套裝的配置 基本上讓你如魚得水 除非你想要回信那些 那個珠子要很歐洲 我的珠子沒有那麼好 要無傷回信 挑戰二等三顆這樣的歐洲 所以我還真的沒有辦法配出來 那黑龍太刀對於精靈家戶 要配不配 就看個人喔 因為本身就有間歇看破展 不熟悉的魔物 可以先裝 跟耳塞是一樣的意思 但練習看破 是太刀的必學課程 越熟悉看破 就是你最好的減傷 所以大致上就是這樣子囉 OK,那影片就差不多到尾聲了 這次推出的武器先給三個 我不會一次把所有武器給做完 片長跟資訊量的問題 常常困擾著我 到底有沒有必要熬夜作片 捷人也是在前世影片學到教訓 精神的不足跟體力的透支 都會影響我做這部片的專注度 雖然說影片趕緊出 對點擊率確實高了不少 但對影片的質量也降低了不少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等一等 我會加油 但我希望可以更穩的推出 大家所想要的配裝 或許這次整套推出完畢了 就換到RICE了 希望這陣子 哪怕不是推出魔物 也希望大家可以備受支持 感謝大家 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可以幫幫我點個讚 分享給其他需要的朋友吧 感謝你們看到最後 我是SKY,我們下次見 各位掰掰